这只丧尸由数据腐蚀组成 看起来三头六臂简直是进化版的哪吒 倒霉的女人右脚被卡住 只能眼看着丧尸扑过来 而且这怪物的腹部还在不断的孵化型脑袋 要知道想杀掉丧尸就必须捅穿对方大脑 可怪物全身上下都是脑袋 它只能用匕首逐一击破 好不容易把所有脑袋捅穿 旁边又冒出一个新丧尸 女人上去就是一刀 筋皮力尽的倒在石堆上 整个世界如你所见 已经彻底进入末日时代 繁华的大都市马哈顿更是化身丧尸之城 2023行尸走肉最新验声剧上线 一大波丧尸即将来袭 影片一开始 主人公马基来到公路边的旅馆 他壮丝无意地跟酒保提到 自己居住的地方遭到行尸袭击 酒保文言热心的直招 说我们这里有很擅长对付行尸的家伙 马基来此处的目的就是为了找这个人 得到想要的信息后 他假装去洗手间 实则溜到后面的房间找人 马基翻看房间的摆设 悄悄抓起桌上的匕首 靠近发出声音的浴室 不料下一秒就被两个壮汉抓住 他们把马基拽回大厅 摔在一张长桌上 老板娘逼近马基 问是谁派他来刺探消息 究竟有什么目的 他看马基不出声 打算给对方点颜色看看 不料马基一踢靴子 搂出匕首 毫不犹豫地刺伤老板娘 他踹开身边壮汉 三下五除二干倒几个小楼了 有人听到打斗声急忙赶来 他就是害死马基丈夫的尼根 对方见状马上跑路 马基火速追上去 他钻进车子 踹开追兵 踩足油门截住尼根 两人总算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因为新巴比伦法警正在通缉尼根 他一直带着小女孩金尼躲在旅店 马基没有跟仇人废话 坦言自己几周前遭遇突袭 不仅粮食被抢 连儿子赫西尔也被掳走 马基一路追踪到哈德逊 发现他们已经过境 估计现在已经抵达曼哈顿 马基之所以来找尼根 是因为抓走儿子的人叫克罗特 那人是尼根管事时的老乡时 正所谓知己知彼 败战不殆 马基不得已才来找尼根帮忙 他也没给对方拒绝的机会 帮忙或者被交给法警 尼根只能二选一 两人决定先安置好基尼 然后再去出发寻找赫西尔 尼根是在一年前遇到的基尼 对方孤苦无依 一直跟着他东躲西藏 傍晚时分 一帮法警到旅馆找尼根 向老板娘逼问对方的下落 因为他咬死不说 法警直接将其押到后院 行尸见状纷纷靠拢 老板娘只能老实坦白 说白天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把她带走了 法警得到想要的信息 一把将老板娘推进行尸堆后离开 他们还在旅馆门前 捡到了马基车上的地图本 其中曼哈顿那夜被撕了下来 法警由此猜到 他们要去曼哈顿 另一边的主角两人正朝着曼哈顿出发 路上马基望到了格伦被杀那晚 他不能承受再失去儿子的痛苦 尼根打断了马基的思绪 两人把车停在路边 用望远镜观察那头的曼哈顿 马基在此录影考察了三天 说每天早上傍晚 同一个时间段内 城中总会冒烟 尼根不觉得这有什么 说不定人家早晚烧火做饭呢 此时 法警也朝着曼哈顿追击 那座城市因为形势爆发 被军方毁掉了所有桥和隧道 彻底与大陆隔离失联 谁都不知道 如今的曼哈顿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马基发现警方的人靠近 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住一个警员 他把对方带到船上当人质 在探长眼皮子底下开船溜走 船开出去一段时间后 水面上出现大量发白胀大的浮湿 小船挤出尸堆 破开浓雾 寂静无声的曼哈顿露出全貌 两人连同那位菜鸟警官一起靠岸 他们怀着好奇心深入城市 整个街道没有一丝光线 警察看四周无人想跑 却被尼根撂倒 马基警告对方老实一点 三人正要继续向前 不料一具尸体从天而降 直接把路边的车顶砸别 他们不敢放松警惕 赶紧躲到屋檐下方 警尸隔着身后的玻璃门嘶吼 这座城市正在逐渐苏醒 不断有行尸从楼顶砸下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 几人放低声音小心前行 尼根在途中发现很多陷阱 说明这里还有正常人类 很快一辆车穿过后面的街道 从中发出古怪的歌声 车后还跟着一大批行尸 乌泱泱一片看不到位 他们马上躲到垃圾堆后面 结果不断有小墙往身上爬 几人手忙脚乱地拨开虫子 不慎碰到一包垃圾 从中钻出了数以千计的小虫 看得人头皮发麻 他们赶紧猫着腰逃走 下一秒 行尸对后方传来枪声 眨眼就倒下了一片尸体 小警察认出来人是探长 还没来得及呼救 就被尼根拽走 三人躲在身后的工厂 分头寻找出去的办法 不一会儿功夫 探长跟同伴也躲进了工厂内 尼根是一小警察不准出声 两拨人玩起了猫猪老鼠的游戏 这时探长率先出声 介绍自己是巴比伦的法警 此番前来是为了抓捕罪犯 希望马吉能够配合 尼根躲在暗处保持安静 谁知一个丧尸悄悄靠近 眨眼间就扑倒了小警察 这小子不停地叫唤 尼根出手干掉刑尸 但位置也因此暴露 探长一枪过来误杀了小警察 眼看丧尸破门而入 扑倒守门的警察疯狂啃咬 马吉握着刀慢慢靠近探长 结果被对方发掘 这人的身手相当厉害 几招下来竟然将马吉压倒在了地上 好在他留了后手 马吉扯下项链划伤对方 夺过枪砸晕探长 丧尸马上扑过来啃咬 马吉跟尼根则躲到后面的仓库 他们划亮火柴观察四周 结果有人猛地将火光吹灭 与此同时抓走赫西尔的人 确实就在曼哈顿内 享受着折磨人的乐趣 而吹灭蜡烛的老人 趁黑摸走马吉的包 由于外面的丧尸破门而入 主角两人只能追着老人前进 他们顺着消防体往楼顶爬 脚下就是成群的丧尸 老人抓住窗外的滑锁 瞬间荡到了另一栋大楼上 还白手示意马吉两人跟过去 因为身后就是尸群 他们只能相信老人荡到对面 不料马吉划得太慢卡在半路 脚下的丧尸密密麻麻 他咬牙往前面磨蹭 成功着陆 马吉追上老人夺过背包 然后叫着尼根处罚 对方却不为所动 因为尼根觉得老人熟悉此地 不如让他帮忙带路 三人朝着楼下前进 结果冒出来两个年轻人拦在前面 他们不喜欢老人随便带人回来 所以收缴了马吉的背包 并将棋扔给黑哥 让对方仔细检查一下 在搞清楚情况之前 马吉跟尼根被关在了厕所里 对方人多势众 他们也逃不出去 马吉趁此机会问尼根 克罗特为什么要抓走赫歇尔 尼根这才讲起他跟克罗特的相遇 在世界刚刚开始乱套的时候 他遇到了遭遇创伤的克罗特 于是收留对方加入救世军 克罗特尤其擅长洞察人心 起初尼根很欣赏他的才能 但在某一次任务中 他发现了一个困在车里的女孩 尼根觉得他只是个流浪者 没必要赶尽杀绝 不料克罗特违抗命令将其虐杀 尼根看清了克罗特的本性 所以打烂了他的耳朵 一并赶出救世军阵营 两人因此接下梁子 至于对方为什么抓赫歇尔 他还真不知道原因 这时那个年轻人急匆匆赶来 竟然打算放走马基和尼根 原来有一伙暴徒正要闯入基地 所有幸存者都得撤离 马基猜测暴徒可能是克罗特的人 索性留下来帮忙 由于暴徒装备精良 他们只好先躲在暗处 等搜查的人离开一楼后 两人才小心翼翼地跟上二楼 基地的人正在跟暴徒缠斗 爆炸头女人用奴剑扯烂敌人的肩膀 马基上前踩断对方脖子 众人一起撤往楼顶 准备利用滑锁离开 不料一暴徒冲进来挟持老人 还一刀捅死了他 尼根剑撞扑过去制服暴徒 光头马哥为了防止老人失变 只能上前补刀 尼根知道暴徒还有同伙 就让马基带着大家快走 他留下来电后 只见尼根抓着暴徒来到二楼 用他的脑袋撞烂玻璃 警告楼下的同伙不要靠近 尼根反派头子的气势终于显露 他随口胡扯为大家争取逃跑的时间 还抹了人质脖子朝楼下放血 殊不知马基并没有听话离开 而是躲在暗处观察 这残暴的一幕不仅镇住了暴徒 也让马基备受震撼 他差点忘了眼前这个男人 可是残暴救世君的头目 尼根把残破的尸体扔下楼 转身却看到了马基 他脸上顿时有点挂不住 只能叫着对方快走 两人成功跟幸存者碰头 尼根的表现让大家刮目相看 老马等人稍微放下戒心 告诉尼根那群暴徒的首领 是一个取耳朵的疯子 马基文言也不再隐瞒 坦言那疯子抓走了他的儿子 爆炸头女人阿雅为了报答尼根 答应帮忙救出赫歇尔 另一边探长居然离奇幸存下来 他的同伴已经失变 此地不宜久留 探长赶紧离开 他似乎很熟悉曼哈顿 很快找到一户人家破门而入 里面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灰尘 探长翻箱倒柜找出一个枪盒 但里面的手枪已经消失不见 从墙上的全家福来看 这很可能是探长的父母家 他缓缓走向卧室 看到了自杀身亡的哥哥 探长用毯子盖住对方 拿起他的手枪打算离开 不料门外传来丧失的声音 探长只能从窗户溜走 这只刚落地没多久 就踩中陷阱被吊到了半空 不久后夜幕降临 丧尸伸着手想拽下探长 突然一阵引擎声传来 几个暴徒下车 利落地干掉丧尸 领头的人正是克罗特 他让手下放开探长 然后上前踹开对方的枪 将探长带回基地 与此同时 金尼跟着马基的朋友尼娜 住进了山顶寨中 这里有很多同龄孩子 甚至还有简易版学校 教学生如何在末世生存 金尼住进了赫西尔的房间 一时半会儿还无法适应新环境 晚上金尼久久不能入睡 他很担心尼根的安全 所以起身收拾包裹 趁着夜色离开了山顶寨 金尼很快来到了曼哈顿对面 想要过去 必须穿过几公里的河面 他环顾四周 看到一个破塑料盆 于是靠着破盆横跎河面 这过河的方式 路人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可没有主角光环 金尼想找到尼根并不容易 毕竟曼哈顿的丧尸比人还多 画面一转 让我们回到马吉这边 他们在城中发现了一只小鹿 阿雅躲在车后 敲击鹿角 吸引对方注意 老马则趁机偷袭 将小鹿抓住 大家饿了好几天肚子 立刻将鹿剥皮取肉 尼根发现黑哥身上有罐疯辣 想借过来涂抹伤口 结果遭到对方拒绝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可以得知 老马阿雅等人都是本地居民 在灾难爆发之时 没有及时撤离 而是等待援军到来 谁知军队没有伸出援手 反而炸毁桥梁 防止丧失外流 居民只能聚集起来自保 期间日子还算过得去 谁知不久后 克罗特就出现了 他以提供保护为由 招揽居民加入自己的组织 老马等人看不惯克罗特的作风 拒绝加入对方 因此引来了克罗特的追捕 老马说想接近对方的基地 只有一条路可走 而这条路上全是丧失 克罗特的人故意把他们引到路上 借此保护自己的竞技场 马基想从下水道潜入 但阿雅说里面也全是丧失 不过老马知道一个秘密通道 不久前他曾被暴徒抓住 关在了克罗特的监狱中 好在监狱连着冰州车站 老马爷爷是当年的建筑工 他曾说过老车站墙后 剩有一道暗门 老马就是利用这道门逃了出来 大家可以从车站隧道进入监狱 马基提议进去后可以用尼根做诱饵 将克罗特引出竞技场杀掉 黑哥认为这个法子太冒险 万一克罗特不出来 大家岂不是危险了 尼根私下找到马基 说刚才的方法确实可行 而马基正在自责没有看好儿子 害最后的亲人也落入险境 尼根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 干脆说出自己的经历 几年前他带着妻儿住在新巴比伦城外 有天妻子进城办事 结果被五人团伙殴打猥亵 事后他再三警告尼根不要报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尼根还是潜入城内 一口气杀了那五个人 也因此引起罚警通缉 他不得不带着家人东躲西藏 最后尼根把他们送上前往秘苏里的马车 谎称自己会跟上去 但尼根选择了留下 以免连累家人 与此同时 克罗特把探长带到竞技场 只见场地中有很多玻璃罐 暴徒正在往里面塞尸体 探长看得满脑袋问号 然后就被人靠在了办公室 稍后一个亚裔进来摆好餐盘 克罗特紧跟着现身 还问探长是否好奇玻璃罐的作用 克罗特以前是干替代能源的 他刚到曼哈顿就看出这里的潜力 曼哈顿最不缺的就是尸体 而死尸分解会产生甲烷 甲烷分子件的作用力很弱 因此在常温下 气体会被压缩成液体燃料 所以他设计了玻璃罐装置 用尸体能源供应竞技场运转 克罗特表示来者皆是客 只要探长坦白此行的目的 就能安然无恙地离开曼哈顿 探长文言一言不发 克罗特则淡定地割开牛排 结果看到一只蛆虫 他脸色皱变 要知道现在的医疗条件不比从前 物食腐肉可能会小命呜呼 克罗特走向一旁的亚裔 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检查实物 随即将手铐钥匙塞进对方口中 按着亚裔往护栏上砸 然后将其掀到楼下 探长见状心里一跳 这家伙绝对不是擅长 果然没一会儿功夫 探长就被压到竞技场 观众们兴奋地欢呼着 克罗特走过来 逼探长吸了大口甲丸 再将他推进铁网中 随后铁门打开 刚才端菜的亚裔被推了进来 而且已经变成了丧尸 探长必须在双手被困 甲丸中毒的情况下 解决这个敌人 他伺机抱起 用手铐勒住僵尸 活活勒断对方的脖子 观众不满意这个结果 往场地内扔酒瓶抗议 而探长趁机捡起碎酒瓶 用力剖开了丧尸的肚子 取出里面的钥匙 打开手铐 不过擂台被铁网锁着 他还是没办法逃出去 紧接着又有一批丧尸被放进来 克罗特看到探长 准备脱下左脚靴子 但对方突然停住 转而退下右脚靴子 并握着他冲向丧尸群 用厚厚的靴底奋勇杀敌 而克罗特在心中暗想 他的左靴子里一定藏了什么东西 所以才不想脱下来 克罗特打起了那只鞋的主意 赛后他先是夸这场比赛精彩 然后又提起往事转移注意 说他的妻子跟三个孩子 全被丧尸咬死 自己在绝望之时 找到了新的家人 这里多半是指救世君 就在探长听得入神时 身边的人扑上去 拽下他的靴子 并在里面找到一封求救信 克罗特满不在乎的朗诵 心里的家人濒临崩溃 迫切地恳求探长过来救他 但结果显然很惨烈 探长没能回来救人 他打断克罗特念信的声音 不想继续停下去 只好坦白 自己来曼哈顿 是为了抓一个叫尼根的人 与此同时 金尼正在街上游荡 他躲过路边的行尸 却被垃圾箱下的丧尸抓住 金尼匆忙挣脱间弄掉了玩偶 那可是尼根好不容易帮他找到的 金尼想过去捡起来 不料一个流浪汉走过去 插死丧尸 并且带走了恐龙玩偶 金尼见状悄悄跟了上去 那流浪汉竟然来到了老马等人的藏身处 还将今天捡的垃圾倒出来清点 马基一眼认出恐龙玩偶 连忙问他是在哪里捡到的 流浪汉如实回答 并把玩偶交给对方 马基接过来走到后巷 偷偷将玩偶烧掉 他不能让尼根发觉金尼出事 影响营救赫西尔的计划 而这一幕恰好被金尼看到 此时的尼根被黑哥缠住 对方让他跟马基今晚就离开 不要再缠着大家 黑哥之所以态度恶劣 是因为他捡到了尼根的通缉令 得知此人是个危险人物 尼根当然不能离开 他需要老马等人的协助 才能彻底解决克罗特 两人互不相让 尼根迅速抓起跑斯器 削掉黑哥脑门的皮肤 然后终结对方的性命 一决后患 天亮后 马基等人打算行动起来 即刻前往克罗特的竞技场 可到处都找不到黑哥的身影 尼根故意提起对方反对这个计划 引导大家猜测 黑哥临阵脱逃 老马也没往别处想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克罗特 出发前 尼根把黑哥的风蜡塞进包里 紧接着摸了摸口袋 问马基有没有见过他的火柴盒 对方立刻否认 总不能说他偷走火柴 烧掉了金尼的玩偶吧 众人各怀心事一起来到老马所说的暗门处 马基发现下水道在冒气泡 老马解释地下有大量甲烷 叫着马基进入隧道中 而金尼小心地尾随其后 一行人绕过满地的丧尸 终于进入监狱内部 他们挨个房间确认 最后找到一个被绑住的男孩 但对方已经彻底丧尸化 马基一时间不敢上前确认 还是尼根走上前检查 确定不是赫西尔后将其解决 随后几人开始制定计划 阿雅跟老马等人找地方躲避 马基则去找车辆负责接应 而尼根需要把克罗特引到车库 主角两人会合后坐着车逃跑 将克罗特引到城市的另一头 确保他身边没有帮手 然后阿雅老马等人行动 一举击溃贼窝杀掉克罗特 布置完计划后众人行动起来 马基想把金尼的事告诉尼根 不料开口前在对方的包里 看见了黑哥的疯辣盒子 他把嘴边的话咽回去 表示这些账以后再算 咽下还是先解决克罗特吧 另一边克罗特来到某个房间 主妇女孩五分钟后放一首歌 随后他听到了熟悉的口哨声 这是尼根出现的标志 克罗特兴奋地抓起外套追上去 此时马基按计划来到停车场 谁知金尼的身影一上而过 他犹豫过后还是追了上去 如此一来 整个计划的节奏被打乱 当尼根来车库会合时 发现马基不在 车座上还有对方遗落的工具 尼根只能先躲在车上等待 时间一点点流逝 克罗特的人在大门口点燃蜡烛 阿雅他们发现 竞技场竞得出奇 紧接着广播中响起了交响乐 大家这才意识到中计了 很快蜡烛燃烧到尽头 火光点燃甲烷桶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震碎了前后门的玻璃 而成群的丧尸涌进竞技场 马基阿雅等人被困在原地 他们只能掏出手头的工具影战 但丧尸数目实在太大 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送合饭 转眼间就有几人被丧尸群分时 优雅的交响乐伴随着砍杀的声音 整个竞技场乱成一国舟 就连战斗力非凡的老马也被拖到尸群中生死未卜 马基凭借营救儿子的信念像机器一样不断厮杀 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 不过他看到躲在铁网中的基尼 意识到自己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叫着阿雅跟流浪者一起躲进了铁网擂台中 并将丧尸全部关在外面 马基等人拿着武器守好铁丝门 一有丧尸靠近就捅死他们 但敌人数量只增不减 马基环顾四周 让大家卸下铁丝网上的木板 四人紧贴站成一排 打算躲在木板后创出一条血路 谁知行之半途 流浪汉被丧尸拽走 外侧的阿雅也被缠住 好在老马及时出现 他果然没有死掉 三人在老马的带领下 火速跑进一间没上锁的屋子 几人用铁罐堵住门 虽然丧尸没法进来 可他们也没办法离开 另一边克罗特让手下先走 比起逃命 他更想见见老熟人 两个人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克罗特不愧是尼根的老战友 对他的思维模式了如指掌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两人就正面对上 克罗特丝毫不慌 甚至移开了枪口 他想说服对方加入自己 两人合力将曼哈顿 打造成新的世界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 克罗特甚至交出探长 尼根解释 他此行是为了赫西尔 对方没有立刻交出赫西尔 反而请尼根过来聊聊 男主当然没有傻到过去送人头 克罗特见状一把将探长推出去 好在对方反应迅速 拼死抓住底下的铁栏杆 尼根将探长拉上岸 克罗特看了更加生气 责怪他变得富人之人 于是用弩箭射穿探长的大腿 对方为了逃命挖出箭头 然后跟着尼根躲进一家商铺 不曾想探长反咬一口 竟然夺走尼根的武器 想将对方捉拿归岸 与此同时 老马那边发现了下水道入口 他跟马基决定钻进去逃跑 但阿雅觉得太危险 因为地下不仅有成群的丧尸 还有大量甲烷 可老马等人认为横竖都是一死 不如冒险频频看 说着就带头钻进下水道 吉尼因为马基舍身救他 也暂时放下芥蒂 老老实实地跟着进入下水道 地下到处都是腐烂的丧尸 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脑门 阿雅想不明白 这次行动为什么会暴露 老马安慰他别多想了 比起纠结这个 快点逃出去才是重点 几个人走出去没多远 就看到前方有一大滩堆积物 看起来像是融化的蜡烛 老马用手摸了一把 发现这居然是堆脂肪 吉尼猛地冲向墙边的铁梯 他想从检修口钻出去 找尼根 马基上前叫住对方 他知道吉尼很信任尼根 但现在爬上去只能添乱 吉尼文言总算放弃 几人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老马突然独自走到暗处 拿出背包反找 然后举着几个氧气罐站起来 谎称在杂物里找到了宝贝 一定是暴徒留下来的 阿雅赶紧接过来吸氧 马基却狐疑地看着他 不肯使用氧气罐 他怀疑老马就是出卖大家的内鬼 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捡到氧气罐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老马早就知道任务会失败 所以事先将氧气罐装进了背包 老马当然不承认 还问马基是不是吸甲丸吸傻了 不过阿雅也起了疑心 老马面对他们的步步紧逼 只能如实坦白 他根本就不相信能杀掉克罗特 所以跟对方做了个交易 老马只求自己跟阿雅能安全活下去 不久后 马基因为吸入过多甲丸 视线变得模糊起来 甚至开始出现幻觉 老马正在前方搬运实体 他想上前搭把手 结果一时腿软坐到了地上 老马见状把氧气罩给他 但马基还没有原谅对方 死活不肯接受氧气罩 老马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 自己当初被克罗特抓走后 确实沿着暗门逃出来了 不过半路就被对方抓住 老马为了活命 不得不供出藏身处 克罗特还说 只要他做好卧底工作 就答应给老马一艘船 让他离开曼哈顿 去大陆上的避难营 老马为了保护爱人阿雅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所以才敢坐卧底 就在这时阿雅跟吉尼突然被丧尸扑倒 两人赶紧冲过去帮忙 老马救人心切被丧尸绊倒 自己也难逃一劫 等马基砍死丧尸救下吉尼时 阿雅和老马都已经被丧尸咬死 马基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他马上拉着吉尼离开 途中马基将事情原位告诉吉尼 几周前 克罗特抢走山顶债所有的粮食 还将他儿子赫西尔卢走 马基逼不得已才请尼根帮忙 那天看见玩偶后 他猜到吉尼来了曼哈顿 由于不知女孩是死是活 马基担心影响营救进度 才将玩偶烧毁 他恳请吉尼能原谅自己 小女孩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这时两人翻过一堵高高的石墙 终于看到了前方的出口 谁知马基的右脚突然被死尸卡住 紧接着一具丧尸爬起来 马基将背包甩给吉尼 让对方马上离开 自己留下来对付丧尸 由于这个怪物全身长满了脑袋 马基只能像砍西瓜一样一刀一个 砍了半天才将其杀死 等他奋力爬出石堆进入管道时 吉尼早就消失不见 墙上还留着血红的大字 骗子 原来吉尼离开山顶寨之前 无意间看到过那里的粮仓 里面满满当当 根本不像马基说的被洗劫一空 事实上 克罗特掳走赫西尔时就放话 让马基用尼根换回儿子 这才是女主去找仇人帮忙的真正原因 另一边 探长和尼根前往切西尔码头 尼根提醒对方 船都毁了 就算去码头也没用 探长解释 码头有很多服务 他们可以切断木头 借着福利离开曼哈顿 突然间一大波丧尸靠近 两人加快脚步赶路 克四周的丧尸越来越多 几乎将他们包围起来 尼根火速跑到一栋建筑旁 用力打开紧闭的铁门 带着探长躲了进去 两人穿过杂乱的走廊 发现树立的铁丝床上 挂满了塑料娃娃的残肢脑袋 还摆成了一个诡异的形状 他们绕过铁床继续向前 又看到一个开膛破肚的动物死尸 还有被斧子劈死的女人 这地方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这时一个黑影从门口闪过 尼根走过去查看 发现了在前面晃荡的丧尸 他装作没有看到 跟着探长继续向前走 然后猛地钻到拐角处 抓住丧尸推到探长身上 对方腿上未遇行动不便 费了一番功夫才推开丧尸 而尼根趁机逃走 不过走了没多远就被木板挡住 到头来还是探长追过来 用弩箭拽烂了木板 下一秒他就捂着腿上摔倒 尼根多少有些尴尬 他沉音片刻后提议 不如我们两个合作 你别总想着抓我就行 谁知探长一口拒绝 尼根倍感无语 他拽起虚弱的探长 扶着对方离开此地 尼根撬开一辆校车的车门 这种车上都会配备急救包 他帮探长简单处理伤口 两人躲在车里暂时休息 探长不明白尼根为什么帮忙 他告诉对方 其实自己是本地人 家里有一个很敬爱的哥哥 可后来对方染上毒瘾 开始频繁地小偷小摸 有一次喂了偷家里的东西 甚至对妈妈拳脚相加 所以探长当上警察后 极恶如仇 绝不姑息任何罪犯 在灾难爆发一时 探长带父母逃离马哈顿 再也没有了哥哥的消息 后来偶然拿到了对方的信件 但他因为赌气 从来没有打开过 直到这次重回马哈顿 才知道那是一封求救信 探长对现状感到迷茫 这世界真的是飞黑几百吗 他坚持抓捕尼根 究竟是为了警察的职责 还是想骗自己这个世界仍有秩序 犯了法的人就要接受审判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当晚尼根看到了空中的信号弹 这正是金尼的求救信号 而许久没露面的克罗特 找到了曼哈顿的真正掌权者 他才是想活捉尼根的人 此时尼根通过信号弹找到了金尼 马基也急匆匆赶到现场 既然两人能看到信号弹 说明克罗特也能发现 尼根让金尼快点离开此地 探长愿意把他带出曼哈顿 算是还尼根一个人情 但尼根抱着他不肯走 甚至还开口恳求留下 要知道金尼自登场后从未讲过话 尼根见状抛出重磅炸弹 我杀了你爸爸 原来金尼父亲就是欺负他妻子的人之一 尼根很下心斩断羁绊 这才逼得女孩跟探长离开 而他和马基继续营救任务 第二天两人发现路上有车经过 他们也跟着行动起来 并很快抵达车子停靠的地方 这里的建筑一直冒着浓烟 尼根不由得想起 两人刚进曼哈顿时 马基就提到过这里的烟 他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这烟看起来就像接头信号一样 而马基正盘算用尼根换儿子 他眼神躲闪 一看就心里有鬼 尼根瞬间先倒马基准备逃走 不过出口处涌进一大批丧尸 挡住了他的去路 尼根一边刹出条路 一边翻越栏杆 他踩着横梁 走向前方的平台 而马基也跟了上来 此刻已经无路可退 尼根想劝马基冷静一点 但对方就此心气 上来就吓死手 可尼根步步忍让 不想动手 还生生挨了对方一刀 他看出马基这会儿正上头 索性将对方踹到下方的软垫上 尼根跟着跳下去 然后栖身向前 用刀抵住马基 他只要想动手 杀了马基 不过分分钟的事 眼下尼根已经猜出对方的计划 他不由觉得可惜 因为尼根认为两人联手一定能救出赫西尔 这时 克罗特的人陆续赶到 马基趁机捡起刀子 抵住尼根 他在仇恨中陷得太深 太久 早就失去了原有的冷静跟理性 马基压着他坐上克罗特的车 对方从一开始就只想抓尼根 于是想出挟持赫西尔 利用尼根对马基的愧疚心 将他引到曼哈顿 自投罗望 克罗特遵守承诺 带着两人去见赫西尔 尼根让马基照顾好金尼 然后推开对方的匕首 他心甘情愿用自己交换人质 这一次 克罗特不再亏欠马基 就当是还了杀害格伦的债 而马基不辞辛苦 终于救下儿子 谁知赫西尔却不领情 还说自己宁愿被关起来 他一直觉得妈妈眼里只有仇恨 永远都在盯着尼根的行动 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自己 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需要保护的摆设 两人回到山顶债后 马基觉得儿子没有说错 但他也向对方承诺 这次会彻底解决跟尼根的恩怨 真正先过这一夜 另一边 探长把基尼送回山顶债 然后去辛巴比伦联邦汇报工作 他谎称已经将尼根击毙 但卷发女上司留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探长提到曼哈顿 有大量假玩 他不免打起了能源的主意 与此同时 克罗特送尼根去见老大 途中他滔滔不绝地讲以前的事情 克罗特一直很敬仰尼根 即使被对方打掉了一只耳朵 他也希望能和尼根和好 克罗特甚至后悔 当年杀了那个女孩 他保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谁看了都要说一句 这才是真爱呀 不久后 克罗特把他带到老大达玛面前 并为此兴奋不已 但达玛冷淡地赶走克罗特 几乎把他当成宠物狗 达玛听说尼根的事迹后 一直希望将其纳入麾下 他想扳倒辛巴比伦联邦 因为那帮人对此地的能源虎视眈眈 而克罗特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曼哈顿 达玛需要一个有威信有能力的领导人 尼根就是最好的人选 说着他递给对方一枚钥匙 只要收下就能重新获得权力 尼根自然不会拒绝 但达玛不做有风险的生意 为了确保尼根不会背叛自己 他拿出一个墓盒放在桌上 里面装着赫西尔的脚趾 从克罗特对达玛为命侍从来看 就知道这个女人多会操控人心 他早给赫西尔洗脑 让对方觉得跟自己在一起很安全 赫西尔就是达玛控制尼根的筹码 他知道对方一辈子都会对赫西尔存有愧疚心 如果尼根敢做出越界的事情 达玛就会对赫西尔下手 本季到此结束 看来足以跟尼根媲美的狠角色登场了 按这个发展肯定会有第二季 这季的高光部分几乎全在尼根 一个一针一鞋 复杂又魅力的角色 他的形象随着故事发展越发立体饱满 正如探长所说 也许到了末世时代以往的黑白准则 法律规矩将不再适用 尼根这样沙发果断 却有原则的人才能在末世中 如鱼得水 却不忘本心 相较之下 马基的人设略显便平化 在行尸走肉中 他明明走出了阴霾 但在这里似乎还诱于过去 期待后续剧情中 马基的成长